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难以匹敌的力量 他的名字就叫做黄金猛鱼 在刚果河流域的村庄中 黄金猛鱼是一个可怕的传说 有关他袭击人类的故事屡见不鲜 也难怪他的样子实在过于彪悍 体长可超过1.5米 体重可超过100斤 一嘴如利刀般骇人的大牙 已经不能用霸气两个字来形容了 这简直就是残暴 虽然他们的嘴巴并不大 但是由于上下恶同时具备开合的关节 使他们可以最大限度的张开嘴巴 用巨大的力量去撕咬猎物 与南美亚马逊河的食人鱼一样 黄金猛鱼也是成群捕猎 而如果把一群食人鱼形容为水中群狼的话 那成群的黄金猛鱼 简直就是一个霸王龙连队 因为食人鱼最多只能欺负老弱病残 打扫打扫尸体 对于一些大个头他们也没什么办法 然而黄金猛鱼却是食足的水中一半 不仅大小鱼通吃 就连鳄鱼有时都会被他们咬下一块肉做食物 当真是无法无天 想要凭借普通鱼具 钓货黄金猛鱼是非常困难的 通常情况下 你只能收获被撕碎的鱼饵 却看不到黄金猛鱼的影子 当然了 如果你幸运的让这个大家伙咬上了鱼钩 也不能高兴的太早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力量和体能与之较量 最后 谁把谁吃了还不一定呢 像河中巨怪的主持人杰罗米·韦德 已经是钓鱼领域高手中的高手 但在挑战黄金猛鱼时 还是领遭错伴 据生物学家研究 黄金猛鱼的体内有一个气囊 它就像骨一样 会对振动发生反应 当有猎物靠近时 这个敏感的器官就会发出信号 让猛鱼可以迅速出击 围攻猎物 另外 许多猛鱼攻击人类的传说 都会与一类物品产生联系 那就是发亮的物体 讲述者往往表示 被攻击的人很多都佩戴着亮闪闪的事物 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 猛鱼会对亮闪闪的物体产生特别的兴趣 但这至少给想见他的朋友们提了个想 与黄金猛鱼打交道前 最好把什么金银细软先都收起来 跟他面前炫富 轻则少块肉 重则一命呜呼 既然是如此可怕的猎手 想必黄金猛鱼一定在刚果河中 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随着我们对宠物及食物的要求越来越诡异 早已经没有什么物种可以高枕无忧了 由于黄金猛鱼威武霸气 不少宠物爱好者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越来越多的黄金猛鱼被迫离开了家乡 被放进了形形色色的水族乡中 由于活动空间变得狭小 被当作宠物的黄金猛鱼无法再变成庞然大物 通常情况下 它们在水族乡中只能长到70厘米长 另外比起它威猛的外表 其实黄金猛鱼的胆子并不大 如果把它们与龙鱼混养 反而常常成为受欺负的一方 很显然水族乡中的猛鱼并不开心 另外黄金猛鱼在宠物市场受到热捧 也带来了隐忧 毕竟它们是食物链中的顶端猎尸者 一旦有主人气养 重回野外的黄金猛鱼 恐怕就会恢复猎手的本色 以它们恐怖的攻击力 恐怕少有土著鱼类 可以抵挡它们的攻击 万一再因为水土的改变 造成什么基因突变 没准什么天池水怪的尼斯湖水怪的传说 也就离现实不远了 极左不语勿施于人 古人沉淀的智慧 如今在各种欲望与诱惑面前 变得一文不值 我们想把黄金猛鱼变成水族乡中的困兽 就得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猛兽总有出龙的一天 在下诺寻找到一个 robotics梁 我给你卖 пит下与诺买到一天 我来读过一天 我就得更加画的 误物还在闹猎下 它就更加零 你能像